欢迎回来马上将要进行的是深圳DYG对阵北京微博的第二局 那深圳DYG已经拿下第一局比赛 胜利我们看到其实在第一局两支队伍拿的阵容都是比较有意思 都是有科学之处 像中期的话就是北京微博这套双消耗能力比较强的阵容会更好打一些 但是一旦到了后期的话我们看到深圳DYG的阵容就已经很好打了 因为伤害够高而且一瞬间就把卢班权秒掉 看一下第二局双方的一个BP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因为感觉已经没有什么晋级的压力了 是 其实变化我觉得是有的 因为像是第一局比赛北京微博在消耗掉了露娜之后 马超少了一个天敌 所以如果说北京微博不在第一轮的班位搬掉阿古多的话 他们是有深圳DYG是有可能会再上来尝试拿阿古多马超的家这一套 然后除了这个英雄之外 还有就是第一局北京微博消耗掉的鲁班大师势必要打入到班榜 所以这把在蓝色方法 其实深圳DYG的英雄是非常好拿的 看一下深圳DYG 果然如潇洒所言大巧是不会放低 是 那同时呢露娜在没有露娜这个天敌的情况下 前鲁班大师被班 阿古多马超的这一套能顺利的被深圳DYG给拿到 那现在想到的就是如何去对抗这套组合最简单的办法 是什么呢 已经没了 蓝已经没了 所以就用最简单的办法就给你拆了 哦 最简单的方法一闪代班 是 那现在留给深圳DYG的一个难题就是你站边要怎么配 因为在没有马超的情况之下呢 很多选手都会拿关羽去打一个平T或者说 夏洛特 对 秦川啊 打这个马超 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 标准的对线counter了 尤其夏洛特他减攻速 然后再加减移速的效果 只要七星光芒剑能挂到 就会让马超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这局他一个能力也可以给夏洛特让起来 这局夏洛特应该会进气很高 是 就这把的思路就是马超走到哪里 我夏洛特就跟随到哪里 再看其他的配置有了马超的站边 所以就需要补到一个凯来撑一下坦度 包括这把暖阳的经济占比也不会太高了 暖阳在这个赛季使用过一次凯 但是那局输掉了 看一下这局的凯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确实也能看得出来在为节奏赛做准备了 像这些英雄池全部都得要在赛场上多试一下 对 然后后续的班位啊 双方都在围绕马超这个点来做博弈 因为在没有阿波多马超的情况之下 复古一点就是孙斌加马超的这一套是用的比较多的 所以孙斌他没了 然后顿山 孙上香 那这些同样能够给马超带来威胁的英雄也全部被摁掉 现在感觉北京微博这套阵容 就是没有什么先手能力留不到人啊 所以想留得住鬼谷子还在外面 现在要想到的这个核心点 留人 看要不要出啊 张飞 那这样的话就真的只能打反手了呀 是的 而且对面有异性的话主动权还是在身上DIG手上呢 就从阵容上来看如果说北京微博去拿一个张飞啊 他们自己主动去开先手是留不住人的 对 他们在射手方面就需要补一个后期伤害足够稳定的来撑一下阵容的强度 就目前来看如果面对的是夏洛特呀 或者是像阿古朵这类英雄的话 拿一个手长一点的像鱼姬 其实性价比就会高很多了 看看深圳DIG的选择 太乙真人已经亮出来了 现在打了射手比较百搭 拿萌亚 对 拿萌亚 这又是拆两套体系放到一套里面去吧 啊 关了 黄中 黄中 因为看到这套阵容里面 除了沈梦西中期大招会对黄中构成威胁 之外 剩下的三个人只要有太乙真人 包括有阿古朵的后排保护 黄中是比较好输出的 尤其别忘了在上一个大场打杭州老哥那大鹅的时候 第三局小翼的黄中三炮轰出两个人头来 对 北京卫博最后一楼是给乔西选择到了萌亚 萌亚 沈梦西 张飞 这一套组的话是非常标准的一个中期平推流的一个组合 但是我们看深圳DIG这套阵容 就单看他们这个阵容在本赛季是没有出现过这个组合的第一次 是 这套阵容出场的前提就是马超被北京卫给拆掉了 所以DIG他们要尝试找一些能够平替的英雄 然后就想了一想 这把夏洛特他是完全可以一个人跟马超单挑的 那阿古朵在保证了上半途正常倒四之后 接下来他就会作为小翼的贴身保镖 又回到了围着小翼打的模式 但这一次的阵容又有点区别 以前是五个人所有人都站在小翼 就是都跟小翼抱在一起 然后现在他们是可以打一个四一 让夏洛特夫的去单代一边线 没错 那深圳DIG的这套阵容 是根据北京微博插掉之后去组成的 那也是随机应变 把这个重心又放到了小翼黄中的身上 但是秦川这局出战鞭了 也是可以期待一下要打到子墨的马超 而且说到秦川的战鞭 这也是最近DIG一直在练的东西了 尤其在上一个打老干爹的大场里面 秦川三局比赛掏两个战鞭 包括在第三阶段的所有这大场里面 秦川至少会掏一局的战鞭 可能是关于可能是马超 对北京微博而言 这场比赛他们通过萌亚加张飞 以及沈梦希去补足对线的强度 能够通过中下的对线强度 来尽可能的去填平马超 前期对阵夏洛特当中的劣势了 对的 北京微博这局的重心 肯定是往下路走 先保乔西 是 所以既然提到了乔西的一个保护吧 所以护架模式也可能会贯穿到 整个北京微博他们的比赛思路里 上一局没有护架成功 这一局他们能否护架成功 保护好乔西的这首模样呢 马上进入到双方别舞的第二局对决 蓝色方深圳DYG红色方北京微博 我们今天的BO5可能会看到 很多队伍会尝试一些新花样 不要急 他们都在为BO7做准备 同时他们也会好好打 因为毕竟要争夺A1的这个位置 进入到比赛当中 大家好 我是本家姐 说七七 大家好 我是月月 全军出击 尤其是BO7进入到季后赛 A组的队伍都会从败者组起步 所以他们不会像S组的前四名 有复活甲存在 对 而且不要小看败者组 不要觉得败者组就不如胜者组啊 虽然说胜者组两条命 我们也见过从败者组一路杀川的队伍 是的 中路的抢线 因为有沈梦西加上张飞的存在啊 所以北京微博还是很轻松的拿到中路线权的 顺便看 对 刚才湘君也非常的细节 她是把 她刚才是把buff是提前的放到草丛里放生掉了 所以没有办法让沈梦西在第一时间进到了这个野区之后 二一去弹一下 对湘君能够非常正常的把自己蓝区的野权刷完 往中转 用异境的探一下河道 是 这里张飞已经有意识的要卡一下湘君她的刷野状态了 不过刚才并没有打断成功 红buff还是被阿古多拿下 那中路的河道之灵也是深圳地外级拿下的 是 是一个小悠开局嘛 也却没有被受到影响 但是这一下刚说完 张飞就站在旁边 这个红子你拿呀 是 你不拿 我就过来骚扰你 没事实在不行 我不放生我皮尾把它A掉 心里也是很皮 打乱了一下向军阿古多刷野的时间 那下路位置阿古多来了 是 而另一侧河道的视野已经完全被卡住 阿古多拿到头智下来 伤害全部砸到了萌亚的面前 而且还是让小艺的黄中拿到了第一滴血 是 这把DIG的开局布局做得非常有效 阿古多因为本身下路车打马超有优势 所以对于阿古多来讲 他不需要前期从下往上刷去保这个RV2的一个博弈了 所以阿古多四级在来下之后能顺势的去配合射手出节奏 刚其实看到阿古多是自上往下刷已经骚扰很久嘛 是 但是阿古多给了一个假设 你以为他走了 哎 他又一个回手套 又下去了 然后抓了一个萌亚没到四的一个时间节点 抓了一波Gank 就是Gank了一波 抓到了这个人头 黄中 点两下 提前打状态 太阵人跟闪炸 因为刚才这里是 太阵人他把一技能蓄满了嘛 所以在闪炸进去过后之后又重新刷了第二个云 而萌亚这一把 他因为没有带进化带的是一个急跑 所以一旦被控到之后 就只能吃伤害了 而且将被每到四的时候也没有控制可以去拆火 这局北京微博的控制其实非常少 北京微博的打法还是在中期围绕着萌亚 然后去抱团打架 这套阵人是要打优势的 中期的优势 北京微博一旦是打不出来的话 其实在团战方面会非常被动 就只能靠着死磨的马超 在团战中绕侧 进场找机会 而DYG的破局点就非常简单了 就所有人在中期围绕着黄中 黄中推到哪 其他的推友就跟到哪里 然后夏洛特负责去找马超 这就是目前DYG 这把最简单的思路 是的 在VP的时候他们已经这么想了 是 实际上他们也会这么做 是的 从小地图上我们也看到 阿古朵 一星 在黄中有大招之后 也尽量的往夏洛特去靠拢 小独射手换血的话 还是乔西这边更赚一点 满战一直 是 能回血 而这时候北京微博也要在夏洛特做事情了 一个走位躲掉张飞的大招 但是还是被晕了一下 晕了之后拍了一下地板 给到了一个金刚干扰 做好了月塔的准备 一个大招复活 黄中站了起来 凯皇大招开启 萌牙一技能还在扫射 扫到了黄中的面前 侧面营正还想扶起 子夏洛特赶过来了 夏洛特一技能 迅光三角剑 开始刷接一个被动 七星光芒剑的伤害 张飞套了一个盾 正面还是把扛住呀 这波北京微博打了一个 一换三 这里有这个A闪 刷被动 看着都是残血 其实上非常的心动 是 但追不死 奈何张飞有盾啊 所以刚才单靠着一个 A闪的七星光芒剑 是很难打中对手的 打掉对手 这个前面说到 北京微博这个阵容 得要提速 张飞带的是干扰嘛 下落位置 直接就吼大了 吼到两个 非常极端 是卡在了 张飞大招是刚好 吼在了黄中的边上 然后触发晕眩了 然后在吼中之后 刚好下 沈默西的大招 又萌亚的一技能 真的是走不掉呀 对 然后再加上线 也进到了塔下 所以就导致了 北京微博 他们在月塔的过程当中 少吃了很多防御塔的仇恨 对 基本上每个人在都扛 最多扛两下防御塔 然后就开始换扛 用一波50 打了一个一换三 但上路位置 是NDIG进行了换线 把黄中换到上路来 是 张飞的路气还是满的 随时做好 要吼大招的准备了 大招吼到了两个 继续来找一下异星 异星这里被打出了一个复活 大招砸到了两个 后排黄中开始架炮 伤害足够的疼 泰乙之人有炸 所以北京微博 只能全员后撤 嗯 萌亚也不在 伤害量其实不够 是 就深人DIG这里 其他的几个队友 都负责在前排 负责去吃伤害 然后后排上小玉找机会 大招想要 去闪现二一 但是被泰乙之人控住了 一技能起手之前 泰乙之人这一炸很关键 RG暖阳 小玉塔 但是深人DIG这边人赶过来 把队友接走了 上路位置的塔 没有办法去防守 是的 尤其刚才这个时间点 虽然我们在OB视角上 看到暖阳 他的大招还没有好 但是看一般来讲 看到凯满状态冲到了 两个残血英雄面前 都会默认为 凯可能有大招要追 打了一个心理差 上路外塔推掉 其实北京微博 现在节奏还不错 因为他们想打的一个 推塔节奏 在第一步已经达成了 在六分钟的时候 破掉了两个外塔 现在他们要面临的 一个难题就是 怎么什么时间段 可以把这个中路外塔拔掉 解说实际预测 只有潇洒 看好北京微博的这套阵容 对 因为从目前的局势来看 是北京微博有优势 尤其他们把黄中 这一个后期的大盒 给摁住了 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应该是潇洒 相信北京微博 能够在中期发力 快速终结比赛 对 然后其他的老师们 也是更多相信 深圳地外技能够 在15分钟 就是他们的主场 对 来了 少特在骚扰马超 已经看到了对方 有红把一个人在单反 是 现在深圳地外技也不着急 下落位置没有人管 下落塔就这么放掉了 是的 这里下塔只要再被主宰先锋 喷一下就喷掉 其实现在对于目前的 深圳地外技而言 就算是三落二塔全 破影响不大 来再找夏洛特的位置 刚好凯荒到了开启 因为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触发了凯的额外伤害被动 所以一刀砍下去非常疼 这波秦川是把时间花在了反红buff上面 是 就导致其实自己队伍的双边线都是逆风的 然后在逃生的路线当中呢 又撞墙了 没走掉 这个红buff又还回去了 对 现在是北京微博阵容的强势期 在对深圳地外技而言呢 中龙一塔能防守 尽可能防守一下 如果守不住也没有关系 就知道这种地外技 他们就算是 所有的二塔全部被推了 守高地嘛 对 高地保安黄中 只要高地不掉 地外技这把是很轻松的 能拖到20分钟之后的 而对北京微博而言 现在他们要利用阵容的强势期 如果推不掉塔的话 就尽量地去把野区资源全部控掉 但是深圳地外技现在 还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手中塔上面 是 双边线 逆就逆风了 对吧 二塔放也就放掉了 但中的外塔一掉的话 金银差会很快地拉开的 尤其是野区啊 有可能就会失去屏障 对 这是现在深圳地外技不愿意看到的 看这个蓝buff 异形大招来框了 留到的是一个张飞 张飞二技能给自己抛了一个盾 张飞大招反手 抠了两个 侧面马超戳进去 再招小一的黄中 一个阵神刚好给到了反手 保护了后排 这波北京微博是个四打五 刚刚暖阳的凯是不在的 是 刚才 这个蓝buff 虽然说是被北京微博拿到了 可是正面 还是少了一个人 就是拖延了他们中期发力的节奏 对 然后上一波团战 人头是让黄中拿到了 这点很致命 黄中一写一个头 然后刚刚拿到一个头 两个头现在7000的经济 对 是全场最高经济 就我们可以看到 北京微博 如果从场面上来看 是顺风顺水 但最位上 已经让黄中取得了经济差 这其实是一个隐患 现在他们肯定是想要去提速的 但是这个中路外塔 实时拔不掉 对 毕竟的阵神没有拉到 所以大招也没有狂到人 他们北京微博 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 利用双边线 去牵着神人另外进 然后利用这个时间差 转中 看能不能把中路的塔 这样就磨掉 但是中路位置 永远有个黄中 只要冰线一过来 加打直接清掉了 对 你现在运边线的这个时间差 还是不足以把中路外塔给点掉 对 尤其早在去年的版本里 就对黄中 在架炮时候的双抗效果 做了加强 是的 所以说黄中其实在中期 不是特别害怕 沈梦西大招的消耗 尤其这一把太义真人 他是选择出一个鼓舞之盾 又能带来一定的双抗加持 所以如果说沈梦西 单靠一个大雷 去消耗黄中的话 威胁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上线 真人另外进做好了 而且红buff被绝命的 一心守了回来 是 黄中大炮一架 北京微博也非常的绝望 就这么拖下去的话 一方面是能保小翼的经济 还有一方面就是 对 夏洛特这里在编带 也会非常的舒服 二技能 骑成光芒剑 来留人冰恨之后 出发的减速 还想留下怎么的马超 马超开启自己的急跑 被阿妩朵一个青春草地 给减速了一下 而这个超还剩一丝血 被动刷起来 太义真人 有大复活触发 这里不好接人了 因为这时候 如果深圳地外机选择去接下路团的话 还有个青春草原 是的 二技能再回血 回起来 跑掉了 非常极限 因为地外机一开始想的是 把夏洛特卖掉 然后所有人去回防中坛 然后这里擎穿的夏洛特 凭借着被动在下阿妩朵 一个青春草地 把状态抬起来了 两个战边都是极限逃生 是 因为之前就说到 夏洛特这个英雄 他在野区的一个回复能力 当时听瓶子老师 曾经专门测评过 就在夏洛特二技能点满之后 来看这里周路 打着看着好 好两个 侧面暖然绕进来 二技能开始平安砍人 砍完之后侧面 夏洛特一技能想标 一技能没有标准 黄的被切到了 又是萌亚一技能 狂空国家还在扫射 周路还有限 满伤全部打出来 一塔破掉 甚至打掉了深圳地外 四个人头 马超和萌亚各双杀 周路外塔破掉之后 外塔可以全拔 试着可以上高地 是的 星宇一个大招 是吼到了黄中的面前 而顺势又让凯 在侧面绕了进来 只剩他以真人复活 时间最快是十秒左右 而这个时候 上路还有炮车兵的线 以太阵的满炸 无法把线清掉 利用塔伤换掉的张飞 不过炮车兵 还是被霍了过来 至连这里还想防守 黄中已经活了 不过线运了进来 北京微博看一下 能不能强制完成一波 还在点戴造地下 我们恭喜 北京微博 扳回一局 卡了一个极限复活 黄中复活之后 直接架大招 但是那个兵线 轻的速度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我们看北京微博 疯狂点水晶 是 对于北京微博而言 他们抓住了自己 这套阵容的优势点 就是在通过抱五人团的情况下 张飞正面开 然后马超 凯 从侧面就不提一些代价的 去找到黄中 当找到黄中的那一刻 对于深圳地外级来讲 压力就来了 对 打了一个猝死团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这种事 与时间赛跑的 是 一旦拖到后期 黄中起来的时候 这个高地就非常难上了 他们也是把握到了 这个时间中期 出现了一波非常完美的月塔 然后拿下这场比赛 胜利再次恭喜北京微博扳回一局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这场比赛非常有意思 两个上野组合 都是非主流式的搭配 但是也产生了一些 奇妙的化学反应 比如说这个凯 最后是个扛塔 扛在我们全场在那惊呼 他第一个进去扛了塔伤 然后他的8秒大招 然后这波团阵差不多8秒结束 然后他撕血出来了 没死还 没死 重点就是扛了特别的久 而且队友就在里面正常的去 该打伤害打伤害 反而有人扛 张飞说我不知道选 我有什么用 我都不用扛 但这个张飞那一波 开团开得很好 直接找到了小翼 把他推到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队友就跟上集火了 你第一瞬间没有伤害 马超进场两枪带走了 但是这把就两边 因为拆前三 前三手都是在拆那个体系 导致整个体系就变了 本身阿古朵 他是想要配马超的 就配了个夏洛特 那阿古朵就相当于 分给了黄中俱勇 因为他的一个辅助的作用 然后到北京卫博这里 马超可能单拎出来 还想给他拿个孙并去配一配 就拿了个砍 那马超又是自己玩 然后变成了蒙亚加 沈梦希的这套组合 就是这套整体 刚刚老王也聊了 在台下的时候 他说了这套阵容要 十分钟前 尽量打出巨大的经济差 因为不能让深圳DYG 拖到这套阵容的后期 黄中起来的那个时刻 黄中他一星 还是有非常多成功案例的 对我说的是 你起码得压个五千经济 但是这把是没有压那么多经济 压了一千左右 主要就是这波猝死了 对那其实伏笔是什么呢 秦川的那个夏洛特 我们看他跑得很帅 前面那一波 他用掉了太乙震的复活 然后中路的时候 太乙震的复活还没好 然后又接了一波团 这就是伏笔了 就是你夏洛特前面 用掉了太乙震的复活 那你黄中这边怎么办 就没有办法保护了 而且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 夏洛特对马超的时候 根本没有什么两个人 单挑对线的这个太多的镜头 基本上都是会逼 马超会选择避开夏洛特 全集团嘛 是 MVP给到了暖阳的凯 从头抗到尾 他这个大招开了之后 这八秒真的是利用的非常的完美 是 性价比太高了 太高了 这是真真正正的八秒真男人 是 也可以看到就是其实 虽然说一边是拆阵容 但是也是在练东西 包括像秦川的夏洛特 他其实最近在巅峰赛里面 一直在用啊 嗯 对一直在练 这些战边吗 就是我们在 BO7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万一对面真的把你这套体系拆散了 那两边其实在这个BO7都拿不到一套 完整的阿古多马超体系 你可能都要去单独把马超 作为一个核心拿出来用 对 这是最后一波团 我们来看 你先看 张飞 清语是找到了小一的位置 然后暖阳上来跟上 第一个康塔把伤害打满 对 这就是前喷后推 然后就开始了 打了他一点 就他几乎都没有那个攻击的时间了 肉夹魔 肉夹魔 然后前面 结果一丝血 张飞给了一个干扰也帮他分担了一些 对拖了一点时间吧 这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阵冲选出来之后呢 两边还是有比较大的压力 包括大家看到上路对线说这个夏洛特打马超应该是比较好打的 但是实际上跟那天我采访九月一样 他会觉得说那我就避开你就好了 我不会让你见到我 对的今天子墨就是本着这种原则吗 基本上生死之后他就开始动起来了 频繁的去往中路啊 往别的地方去支援看能不能参团 然后把这个团战打起来 因为夏洛特他其实在没有装备的时候他打团很弱的 他主要还是一个以单挑为主的英雄打对线期的 他也没想的是在对线上跟你去打 因为他他也知道对线没那么舒服就不打了 你看我们看到小地图马超在中心夏洛特在上 你根本见不到马超的人马上就会选择更多的是支援 因为这把北京微博拿到这套阵容 他必须要打的快一点 如果说拖到后面大火器一心跟黄中两个点他很能守 而且北京微博他也没有说就是在中期的时候不发力 他就到了自己强势期了 沈梦系列两件套该打就打了 对 而且现在越来越发现这个肉凯啊 在比赛当中的作用 他既可以当蓝领 对吧 甚至有的时候你要想 转换一下他的思路就是出一个输出凯当一个野河 然后后期去代线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其实他可以这么去理解 他出肉凯他坦度很高 你在解决不掉他的 就是没办法把他给解决掉的一瞬间 他对你的C位一样是能造成威胁的 他又绕又有输出 对 他的输出虽然没有爆发 但是持续伤害还挺高的 肉凯其实用一句话来 就是说明他就是活着就有输出 他就是活了很久 就是打慢慢的输出嘛 没错 就是他的那个大招的那个那个格挡伤害 其实也是这个效果 没错 你的慢慢的输出我会吸收掉 但是我会增强自己 慢慢的每一分每一秒的输出 是的 这一波就是追击战 嗯最后差了点点伤害 对 后边那个一技能应该是没中 一技能被走位躲开了 对 如果中的话就死了 然后就反过来追了 反过来追之后呢 他已经是大招一给 对这个主要是这个大招给的 时机跟下一波的最后一波团的 那个硬眼上了 前进喷拳吸了一口 凯丢空了一个一技能回旋标 如果没丢空也追追死了 然后阿古都有给了一个精英草原 哎 然后又在野怪身上又吸了一口 对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没有太一阵的大的一波团战 对 我们看个 其实都探过草了 是看到人的 但是星宇就想的是 你看到我没有没有用 我看到你CV我直接开 对 所以要看一下 其实很想关注语音里面 到底谁做这个决定 我觉得这个时间记得非常好 开打就打了 刚好你在你一波 没有保护性的一个情况之下 对 这也是看出来他们对于这个CD实践 那个把握能力非常的强 是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了解到的是现在的 深圳地外界和北京微博呢 站着一比一平 第一局如果说 这个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火药味 第二局这个互相拆体系 将彼此都变成一种 好像并不完整的一种阵容去硬打 还打出了一些效果 后面会有更多的东西吧 你们觉得 如果说真的 今天两次队伍想要去练阵容的话 可能很多我们平时看不到的英雄 都会拿出来 比如说呢 你一会儿辅助给你来个钟魁 也有可能啊 佛山GK之前也练过 对 那包括什么芈月的打野啊 之前金语玩过 那我觉得这些英雄可能 要考虑到BO7 英雄池的一个问题 就要考虑练 我的感觉更多就是可能会出现在边路吧 边路的位置 像路人军一些比较好用的 可能大家都会搬过来 做点对点的counter 嗯 去用 就像刚刚呢 你觉得下车打马超 因为对方路 可能有比较明显的那种对抗层级 对吧 一环刻一环的 大家可能会在这个旧赛的比赛当中呢 去多多使用 同时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未来电竞旗舰成就网者表现 感谢官方比赛用机iQ9 机格用iQ9手机 全感操控 进享专业电竞体验 感谢峡谷最大作家 上级大众零度IoDMbuffCarry整场 超跑皮肤染暴 酣战节奏 眉眼大灯点亮全场高光 登陆上级大众官网 开启这辣品鉴 小心被辣到 峡谷一条街吃喝玩乐不停歇 感谢K票年度合作伙伴 交通银行信用卡的支持 扫码开通交行信用卡 K票英雄卡面任你挑 微信搜一搜网卡助手 免费领取赛事官方团战卡 更多福利等你来领 今天还是看到肉侃拿到了MVP 但是之前有小伙伴问到了 说这个叔叔凯是否真的没落了 还有哪些小伙伴出 其实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也回复了 你包括乡君之前用了一次 后来发现那个效果并不好 现在一直在用的就是小叶 如果说你的编络是一个坦编 你配来又是一个凯 我觉得这个凯可以做输出凯 就已经有坦编帮你去做承伤开团的作用 那凯其实要补输出去绕后 TSC位用的 就保证这个功能性不要重复 不同的阵容就是不同的玩法 对 所以后面还有RW下比赛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了 我们选手已经准备完毕 把时间交给接触期